南投新乡九美国小将在108学年度 转型为民族实验小学 有主人看好这样的转变 认为可以挽救过去主流教育方式 造成传统文化流失的困境 今年9月初 九美国小通过圆明会审核 着手进行转型民族教育小学的筹备工作 南投县府教育处也积极协助学校的转型准备 不过因为九美部落同时有周族跟布农族人共同居住 未来学校推展民族教育 也将是两族文化双轨并行 以前是周族的 那后来是在移入布农族 那虽然现在是布农族居多 但是我们觉得在整个演化的过程当中 周族是一个不可抹灭的元素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缺一不可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 是以文化共学 也就是周要去学布农的文化 布农也要去学周的文化 那第一年筹备期有200万 那接着12年各有150万 那相信这样的益柱之下 会让原住民的文化 在地方在教育 有很深入的杂根 虽然有经费可以让学校 安心推展民族教育工作 不过校长也指出 有别于其他民族史小 九美国小要同时推展 周族与布农族民族教育 困难度是大大提升 未来备课跟课程安排 也将是一大挑战 原是新闻No 南投信义 超伴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